好 我們看一下這題 它做一個正翻型鋁片 編長為24公分 麻煩你從四個角落 各截去一個小正翻型 截去之後折成一個無蓋的盒子 求此盒子的最大體積是多少 什麼意思 好 比如說有一塊正翻型鋁片 懂嗎 這個正翻型鋁片 我截出四個角落 截掉之後變成這樣子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把它折起來 折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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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變成一個無蓋的盒子 所以折起來之後 求此盒子的最大體積是多少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所以你要知道 你截掉這四個角正翻型 要是截得太大 剩下一點點 對吧 體積一定會太小 如果剪得太小 折起來只高的又不夠高 所以說這題問題 該怎麼剪 剪下去這四塊之後 折起來的容量最大 這樣行不行 好 假設 那這四塊都是什麼型 正翻型 邊長都是一樣 所以說假設去剪掉這四塊 小正翻型的邊長自己 可以這樣行不行 好 知道體積怎麼算 來 體積怎麼算 把底面積成高 底面積怎麼算 把長成寬成高 對吧 原本全長是24公分 剪掉這兩塊x 所以中間這塊 這底的這塊自己 底的邊長自己 24-2x 行不行 所以說實際上請問一下 這塊體積怎麼算 把長成寬 把24-2x 乘上24-2x 對不對 把這長成寬 再乘上折起來 高四極 x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說 求這體積有什麼值 最大值 怎麼算 先把這邊乘開好不好 乘開自己 576-96x 加上 4x 再把x 乘進去好不好 變成 4x3-96x 加上 576x 求他的最大值 總算 麻煩你這時候 把它抓起來 一次微分 這樣行不行 就微分球相對 即時 這樣可以嗎 所以第一步 把它抓起來 一次微分 回下去事情 12x 減掉 19x 加上 提出12 行不行 10x 減掉 16x 加上 48 把它抓起來 因四分解 講行不行 好 一次微分之後 第二步 先算什麼解 0 借點 0借點 怎麼算 取替一次微分等於幾 0 這個4040 可見 還可以四幾 四或四幾 二 四或四幾 十二 對吧 第三步 來判斷一次微分 勝負徐結 換一條束線出來 十二大 擺右邊 四小白 左邊 告訴我領導係數什麼號 正號 從右二桌數過去 正 付 正 看行不行 正的代表圖形在這邊會递真 付的 理結 正的 理真 所以說第四步老師可以知道 相對極大姿勢在這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相對最大體系怎麼算 把X用幾代 四代 代進去 所以體系四七 V四 這樣行不行 好怎麼代 很多同學很認真 代這邊 哇 六十四乘四 十六乘九十六 四乘五十六 好不好算 不好算 所以說用代的時候 可以是用四代的時候老師建議 我們代這個好不好 代這個比較好算 二十四減八十幾 十六乘十六乘四 是吧 十六乘十六乘四 乘起來是不是比較好的 十六乘十六 二五六 乘四 一零二四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你到這邊 所以說最大體系就是 一零二四 好不好 把這整個整理一下 OK 雷 給你 感谢观看